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七之后的现象就是冯你的名字 有个华字都特别显黑 何考华、董建华 做人过身就是司徒华 华叔可以说在我们香港的社运、民运、什么运 他也是有份参与的 一届是文人 年轻时还被爸爸一句话激发起来 所以我经常说现在的父亲和母亲太爱了他 反而一句话就是没有理大的自欺 要这样刺激他 我没有自欺 我便激起他 前面要走那里 华叔其实在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这也是我想主力的重点 当现在华叔离世的时候 我们在网上有很多激烈的讨论 评论华叔的一生功过 但是很多时候人们 都对他一生功过集中讨论他最后那一年 所谓的五区公投 由此评论他一生功过 这是一个非常创的企业 第一我们可以发挥你的讨论的话题 整体看 第二就是 其实就算集中在五区公投的评论 都是不正确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拥有的资料实在太少 很简单 他出卖 当然大家都不接受他出卖 但是为什么都肯这么做 这是一个迷 在历史上暂时还未找到答案 在未有答案那么多疑团 而对一个新疆人做一个负面的评论 就比较早了 好了 但是说回整一生 我这样看的 就是有两篇的评论对华叔 是较为正确与中肯的 一个就是这个奴峰所说的 就是他对于创造香港的民间的议政空间 所谓公共空间的建议是不能抹杀的 特别那个年代不容易 有些人就说他搞教协 对香港教育有什么建议 教协没错是一个工会组织 但是工会组织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工会组织 是成为了一个范例 即是说香港将来搞工核 你不要说工会已经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空间 还有因为有教协就有一个移家能力 是很重要的 第二当然也祝福了很多教协人士 起码上去买东西就很便宜 对于教育界 对于所谓教育界本身 未必是你可以推而讲之说 对教育事业这一件事 但这一件事已经是对我刚才所说的 公共空间是一个范例 因为以前只有官说话 民间没有声音可言 而且大家都要分清楚 香港的教育政策不是教协人士可以左右 另外我觉得就是林恒子先生 虽然林恒子先生之笔很辛辣 但我觉得他最少是讲司徒华这个人 最少不是讲一件事 这个评论至少我觉得是一个正确的评论 第二他认为司徒华是一个有策略 一个策略格 这一件事很少人曾经用这个方式去看华叔 华叔之所以可以搞这么多组织 都能够成功 是跟他的策略思维有关的 很多人只是看到他的所谓原则 但如果只是搞原则 只有原则没有策略是不会成功的 不会成功 不会有组织 不能够走得远 所以其实这件事都是华叔 我们可以在身上学习的地方 这也是司徒华和李柱銘最大的分别 李柱銘可能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理想家的感觉 但是差略上不够华叔 所以他的配合是很好的 华叔和李柱銘是一个组织里面 是必须有的 不过华叔有一件事 就是李柱銘也有 但是如果华叔没有 就可能配合得更好 就是华叔也有个人利利 就是华叔集中所有东西 所以两者就会有冲突所在 另外一件事 我就想华叔的李柱 讲一个我们民主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现在很多所谓的以政的青年 都未必掌握得到 就叫做宽容精神 如果你真的讲民主的话 我们讲的宽容精神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对于一个人 那一个人不可以集中一件事 去评论他一身 我们要看他一个整体 每一个成功的人 我们在他身上都会学到一些东西 以及你刚才所说 即使在五区公投里面 我们要用一个叫做 尽量理解的精神 就是从他的角度 试试看这件事 例如我举例说 很多人说华叔把嘴坏 因为为什么呢 他说你刚才说狗 可以卖的吗 就集中他一句这样的说话 就说这个人 你看一下如何加上意识 诸如此类 你看一下他 首先他这句说话又上文下理 就是说是一个骂战的情况之下 出来的 骂战当然是这样的 是不是 第一 第二就是说 华叔一直说你都是这样的 这是他的语言功架 没变过 只不过今时 以前就对人家 现在对你 你就不信 好 第三就是我觉得 就是说 其实华叔在这个说话的过程当中 有个所谓显示出的家长意识 也是他性格里面的 不好的一面 但是一个性格 有好有不好的反应 他的好的反应就是 由于是有家长的精神 所以他有纪律 他所有的组织 你看到都是纪律言明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社民年 没有纪律 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说 其实如果我们懂得从一个 无论是叫做 寬容精神 和一个 如何在一个成功的人士当中 去学习 就是中国所谓的 三人行 必有我私宜 这个 华叔他的一生 其实有很多地方 我们去学习地方 如果你不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 年轻人 你就会失去很多学习 这个也是80年 或者后现代成长的人 在论证或参政里面 两大盲点 第一大盲点就是 就是读牛角 就是咬死不放的一个点 就是当是全盆真理 第二盲点就是 不顾历史 就是看书都不看 就是华叔生平都不看 我只记得我和他接触 那就是五宫公题 五宫公题就代表一切 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如果有一天 他朝一一天 你上到位之后 反而是一个不幸 因为整个香港 整个世界看的东西 就是这样 那还有什么前途 需要大家 去矩正自己 学习一下 否则我对将来 香港社会是不一样的好事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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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